我們馬上開始 趨哥先備料 趨哥先 趨哥是第一棒 趨哥先煎蝦吧 慧如 我們在旁邊只動口不動手 專業喔 有啦 有沒有 就像外科 外科醫生 沒腸 沒有腸 真好 對啊 不用切是不是 趨哥 你只有五分鐘 你不能花太久的時間 你還有那個淮山 還有那個番茄 還有那個 這是什麼意思 好 直接切番茄對不對 要去這個 去這個 小心手啦 我看到這樣子覺得好恐怖喔 不會 男生拿菜刀好像都這樣子 真的喔 那個去堆這樣切完 我們那個番茄汁也沒了 對 還可以 鴨廚嗎 然後 這個放在上面嗎 對 先備料啊 怎麼樣 備好 這是番茄 然後這個啊 對 好 有啦 應該是真的都有下廚 但煮得好多好 有喔 欸 你看這張拿著 這個 有哪個啦 沒有 徐哥是不是山東人 山東人 山東人啊 落手 平常我很少切這個的 因為我都是整個拿來吃 對啊 山東人做菜很豪邁耶 對 好厲害喔 老婆念歸念 但是我想老婆應該吃得很開心吧 還有第四胎啊 還有 山東人 山東是什麼肉啊 沒有報道啊 削皮 削皮刀 等一下 這裡 欸 不不不不 削皮啦 一道塊肉 一塊肉見 就這樣 小心 不要急在 gnome 對啊 小心喔 很滑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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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點 很滑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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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丁啦 你不要切那麼薄啦 欸 我過幾分鐘了 5分鐘到了沒啊 還沒啊 你還要煎蝦 好 可以了 換手 什麼啊 什麼都沒做啊 沒有 沒有啦 馬上要切完好就先這樣好了 這樣夠了 以後要不要當朋友 等一下啦 不是 你不要把它弄得那麼噁心啦 好 這先不要啦 很好很好 然後 尖蝦 好 接下來 換慧如 換我了嗎 嗯 你要這麼小的火嗎 先這樣嘛 我不想不敢一次開太大 你要相信慧如 他真的喔 他真的會做菜耶 那你要什麼 我覺得啊 他比小鐘哥那一句還可怕 不然不要太熱 怎麼現在開始煎香了 因為那個油還沒熟 還沒熱 還沒熱 不要一下太熱 等一下火候很難拿捏 不會 你只把它關小就好 不行 會焦掉 我把它調小一點點 好 欸 很香啊 對 它其實這樣煎 它蝦子的香氣就上來了 對 而且它很聰明 其實真的不要大火 對 大火去煎的話就真的 馬上就喔 對 小小的火這樣子剛剛好 欸 有沒有短一點的那個 筷子嗎 筷子嗎 有啊 有啊 筷子在這邊 有夾 有夾 其實蝦子在煎的時候 它熟成的速度非常快 是 因為我還有看它透明的樣子啊 對 它已經其實變色就很OK 很高 這個顏色喔 你看到畫面這個地方 那是蝦膏嗎 那是蝦膏 蝦膏也太高了吧 真漂亮 那個那個那個鹽 什麼什麼 鹽鹽鹽 等一下你還有什麼 欸唷 這怎麼那個啊 胡椒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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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否能他 � self 老對 你採了沒有 沙沙沙沙沙沙 一驮 一驮 其實可以了 我覺得 Şey兒 知道嗎 胡椒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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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現在要幹嘛 打開 那個 哪個 那個那個 淮山 不是 等一下 那個那個 番茄要先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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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番茄要先炒 這其實十分鐘是整人的 沒有沒有沒有 這道菜真的最高六分鐘吧 對 它其實這道菜速度很快 這個不能用太熱的 要不然那個茄紅素都 你有拍火嗎 要等一下 好 它是先放冷鍋 它是冷鍋先 我怕那個茄紅素 你拍得太小了 對 我去撞到它 沒有 不是 對 我沒有感覺 喔 那就好 不是 你這樣加油 很累的嗎 這很嚴重 有沒有要加油 一定要加油 喔 這個加油是不是要先加 沒有 其實加了油 它那個茄紅素在炒的時候才會出來 對 那如果你不加油 它其實怎麼炒就焦 就沒有那種香氣 可是如果你這個番茄啊 一下用太幼的 太太熱的油下去炒 那個很容易番茄就分離了 有 爛掉 我們到了 嘿嘿嘿 小心啊 我們要跳個舞 跳個舞 嘿嘿嘿 嘿 嘿 來喔 這個 這個 這個太爆炸了耶 沒關係 把它倒下去嘛 它要攪拌 好 那個 可以了 然後那個蛋下去跟那個蝦子一起下去對不對 沒有啦 對啦 不對啦 是啦 不行啦 煎蛋蝦仁啦 蝦仁煎蛋 有沒有聞到味道 我們要上弱視乎一下看看有沒有聞到味道 有沒有聞到味道 有有有有 趕快趕快趕快 已經超過時間了 火太小了 火太小了 還是30秒 一直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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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什麼時候倒下去 現在 還沒啦 你不要急啦 一直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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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秒 8 7 6 5 4 3 2 1 時間到 哇 我覺得太完美了 我也覺得蠻完美的 我們倒出來就好 哇 你看這個色香味 來來來來 等一下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來囉 再撒點什麼 胡椒粉 胡椒粉 也不需要那麼高吧 我剛剛一看很失手啊 對啊 其實要高一點 它才會平均 對 很高的 又學到一個消費包 好 來 好囉 這邊 請注意一下 這是我們今天兩個人 李莉拉做出來的 尖蝦淮山打蛋 剛剛啊 對岸那邊啊 一陣的那種亂 但亂中真的有序 哇 那成品真的是漂亮 就看起來很漂亮 一看就是可以吃 對 但好不好吃 我是不知道 沒關係 剛剛的做法 現在我們請洛師傅 再幫我們做一遍 給觀眾朋友 還有你們看一看 好 參考一下是 到底是誰學誰的啦 PRO 還PRO做法 對啊 PRO的做法啦 蔥的話也是一樣喔 曲哥也是一樣把它切成蔥花 都是一樣的喔 平均就好了 因為山東的人最喜歡吃蔥 所以對蔥的一個感覺非常好 所以它在切蔥的時候非常非常的仔細 而且你看它放的地方 是 然後這個呢 一樣切開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把它修 因為放在 不一樣 放在我們的那個砧板上的話 它比較 比較那個安全 那你放著 就這樣子馬上放著就可以了 這樣切 然後好了之後來 這樣子切 哇 隨性的 對 真的是不一樣 這切起來 你看這上面都沒有汁 對啊 輕輕的就好了 對輕輕的就好 然後你在切的時候就這樣 一刀 兩刀 三刀 這樣子一直滑刀就好了 對 然後起來它就絕對沒有汁 因為你皮在切的時候 它很容易就壓縮 對 然後懷山 懷山來囉 不這樣子消掉就可以了 它絕對不會 碰到手 你看看 跟剛剛那個慘布的人賭很可怕 真的 感覺好像是什麼怪獸 跑到你家的感覺 然後這個的話就這樣 大簡單修一下就好了 所以依次跟媽媽在備料的時候 都是希望人家不要看到的 對 然後這個切這樣子 一小塊然後直接 它這樣子就比較穩 它這樣子就比較穩 它會這樣就這樣外出去 它會有個底 對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這樣切有沒有 它就不會滑了 嘿 有沒有 然後來 這一樣切成小塊狀 剛剛徐哥在切 我都覺得 他的手快要被切到了 對 然後啦 好了之後這邊 盡量把它切小丁 因為它踩的時候有脆弱 而且好乾淨喔 對 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它盛起來 盛好之後咧 我們這個 蛋打進來 然後這個咧 來 直接下來 然後這裡面啊 剛才加鹽巴也可以 可是讓這個蛋的蛋白質更好吃更香 你加上醬油就可以了 一點點 這樣子啊 對 少許的醬油 好了之後等一下再打 來 一點點的油 因為我們這個蝦子的油沒有 煎一下蝦子 對 然後這個全部下 不用吸水了啦 因為它這個也蠻乾的 然後我們在煎的時候一定要煎到它熟 人家說蝦子紅了就這樣 就熟了對不對 對 你不用急著要翻 你就等蝦子聞到香氣了 來 這個香味就 蝦膏全部都煮 因為剛剛你就是這樣子啊 是有香味嗎 而且你太一直翻它了 太一直翻了 對 所以蝦子它就其實會變形 其實我們都是怕老掉 對 不會 它其實煎很快 你只要變顏色的就可以了 我真的有聞到香味耶 有喔 不是我剛剛在炒菜過程中 都沒有聞到香味 有 有喔 這個鍋下去之後 好 永遠了 我們就把番茄放進去炒 對 其實它熱的時候才有那個番茄的 那個茄紅素的香 那我們在炒的時候 有沒有 現在就聞到香味了 對啊 有對不對 然後好了之後 好軟 來 香氣上來對不對 來 蛋下去 蛋下去 山藥 另外三 就給它下去 對 先不要動 先不要動 對 為什麼先不要動呢 我們先讓它定型了 它等一下起來就整塊 好 然後這個定型了之後 像這個 而且我們不是滑蛋嗎 對 然後這個 定型了以後也可以滑一下 對 可以 對 是 有差耶 對 對 然後這個 又滑又有那個 對 蛋的那個 樣子 這樣子慢慢的給它煎 聞到蛋香味的時候 這個有沒有 它的滑蛋又越來越均勻 好 越 越凝固了 就炒一下 對 然後放一下 對 這上面我們要灑上一點點的胡椒粉 對 對 好 不用緊張了 嗯 不用緊張了 撐起來 撐手 哇 所以蝦子不用跟蛋放在一起喔 不用 好 先把它鋪底 然後 哇 蝦子再鋪上去 然後蝦子的話 我們就拿起來 先把火灌掉 一點點的鹽巴 鹽巴 還是要有一點點的鹽巴 對 讓它有一點點的鹽巴 對 讓它有一點點的鹽分 剛剛有放啊 剛才有放 可是我把蝦子跟蛋炒在一起了 對 可是我 我不知道耶 總覺得它有一種特別的口感 你們那道菜 看了會想吃 對 對 這個 不要灑太多 吃完了之後就說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黑胡椒 黑胡椒 那個蝦子看起來就 沒有 這個起來就 顏色非常漂亮 這是行家一親手 哇 這你看它這個蝦膏的顏色是非常漂亮 漂亮 真的 真的 尖蝦華一山華蛋完成 耶 上菜囉 顏色真的都很美 色香味俱全 對不對 所以我先來試看看好了 好不好 我先試一下 自以為強的 那邊應該更強 啊 啊 已經抬舉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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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 換我來 來 最快 輕挑細選 我覺得它 不是有貨在一起的 太魯跟鳩恩這一隊喔 我覺得 會讓我想要吃是因為它蛋 對 你知道它有沾到它的那個 裹到那個蛋汁 對 其實它在炒的時候也炒得很好啦 因為蛋也剛好走 好 不會太老 起泡 欸 真的喔 這還可以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兩個都 我講的不可能 可是真的是 味道不一樣 還可以喔 味道真的不一樣 你們的蝦好軟 對 你的蝦好堅強喔 對 它的蝦好堅強喔 難怪妳會那麼高興 對 好 我們趕快歡迎我們的 不負責任試吃團來吃 排隊的 排隊的 欸 可是真的喔 我們前面那個區哥 你們用心在那個區 對 我們算的是家常的 對 然後洛師傅 是餐廳級的 對 是餐廳級的 可是吃起來 其實材料什麼都一樣 吃起來口感就是一樣 就是一樣 來 動 動 頭感怎麼樣 其實區哥他們做的這一道菜 其實它吃起來的時候 有跟那個蝦膏整個蛋結合在一起 所以吃起來的時候 它的那個味道會有一點點蝦的鮮味出來 那尤其炒滑蛋的時候 蛋不能炒太老 可是他們這一道菜真的沒有炒太老 非常好吃 真的沒有炒太老 真的沒有炒太老 好的 來 龍師傅 我覺得這兩道菜的差異性 就是洛師傅它是有蝦子有先煎過 而且它蝦子的香氣非常濃郁 那它有一個很厲害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它用醬油把那個蛋的香味提出來 所以我們在炒蛋有一個醬香味 那區哥這邊呢 它整個炒在一起 就是說它的味道是整個是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各有前求 是 來 區哥 好 用看看 用看看你們自己的料理 對 來 妳先 妳來些我幫妳 是否在你們的掌握當中 要要要 OK 可以嗎 可以嗎 吃看看 過關的 就可以把我們金美的調味禮盒帶回家 真的假的 是 不然為了這麼做這個菜幹嘛咧 來 我來揭曉一下 唉唷 評審給分了 唉唷 好像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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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緊張 乖乖 耶 這一幫我們金美的調味禮盒帶回家的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見囉 不錯喔 還不錯喔 還不錯喔 這個就是菇蘿煮的味道 對 因為最主要是你們有濕濕的 它是乾的 乾的 對 所以這個是你們吃的蛋比較厲害 對 因為蛋的膠就是比較硬 所以反正你炒起來之後這樣香氣會有 對 可是我覺得你加醬油的那個滿有的 對 沒有 其實蛋加醬也是會很強 對啊 而且我覺得加醬油色來講的比較不太 因為你加鹽它比較好散 但是有裝不出來 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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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酥瓜鮮魚的秘密武器是什麼呢 讓師傅爆離栽 我要加一個東西這個蛋 蛋 來看一下這個蛋 打一打來 很少看到酥瓜有加蛋 蛋就是精華 對 蛋非常的鮮甜 它能收了絲瓜的味道 對 然後還有土脫魚的 明天晚上六點三三廚房 咔死人 糟糕 咔死人 要做一種 瓶子 糟糕 糟糕 糕糟糕